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在欧洲历史上 有这么一支神秘军团 他们穿戴红色披风和银色盔甲 胸口有一个十分显眼的红十字标志 他们在武力上成员两万人以上 是整个欧洲最强大武力的代表 在财富上超过了所有欧洲王室 堪称富可敌国 在金融上提供的产品 更是服务整个欧洲王室与贵族基层 直至中东战区 是覆盖全欧洲的国际金融组织 但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不同 他们只受命于天主教 他们不需要向任何士族组织缴纳税金 什么英国国王法国国王的命令 在他们面前通通无效 他们只为上帝而战 因此也被欧洲各阶层所仰慕 但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组织 却从1307年10月13日的黑色星期五开始 仅数周时间就土崩瓦解 神秘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最终留下了骑士团诅咒 圣碑圣血和环山营修会的秘密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寻宝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他们的故事 传说耶稣死后 大天使拉帕尔拜访了信徒约瑟 让他把这个神圣的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碑 带到被称为西方极乐岛的英国 据说约瑟把圣碑 藏在了英国一个最神圣的地方 从那以后人们就踏上了寻找圣碑的漫漫长途 这个传说充满了传奇色彩 但是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寻找圣碑 那么圣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有些传说认为圣碑是一个香满宝石的高脚酒杯 另一些则认为它是一个朴素的木碗 很可能这个木碗曾装满了耶稣的鲜血 或者在最后的晚餐中 耶稣用这个杯子饮过酒 也有人说圣碑其实是耶稣最后的血脉 而他的下落和一支强大的骑士团有关 时间回到十一世纪 当时十字军东征快速攻占了圣城耶路撒冷 而此时失去保护的朝圣者 即将遭到强盗的袭击和阿拉伯人的报复 于是一小队骑士在法国人的率领下发时 要留下来用他们的生命 来保护前往圣地的朝圣者 他们自称是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骑士团 很快在这些骑士的保护下 朝圣者成功到达耶路撒冷 此后教皇发布圣语 这群英勇的骑士从此在政治上只对教皇负责 经济上可以免税 耶路撒冷的国王甚至将圣殿山上阿克萨清真寺的一角 刺给了这些骑士主张 这个清真寺正是建在传说中的所罗门圣殿的遗址上 从此他们便被世人称之为圣殿骑士团 成为耶路撒冷王国对抗阿拉伯人的主要力量 这群骑士从本质上来说 是武装的僧侣帮会 在全胜时据说有两万多名成员 主要分为骑士 士官 农人和牧师 骑士和士官是基本的军事力量 农人专门管理骑士团财产 牧师则是精神支持者 圣殿骑士团的首领也称为大团长 通过选举产生 任气为终生 骑士团训练有素 是耶路撒冷王国最精确的队伍 它分为若刚的小支队 每个支队由一名骑士为核心 另有几身作为辅助力量 因此他们可以专注于自身的战斗目标 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现代职业军队中 精锐的特种部队前身 而在战力上 圣殿骑士团只需要出动几百人 就可以抵抗上万人的大军 不仅如此 圣殿骑士团等级森严 拥有军事 护从 高级护从 见习骑士 职业修士 骑士 牧师 军团随从长 军事长 军团长 副团长 大团长等多种质问 他们的财产主要来自于赠予 信贷 落夺 以及征水 为了在战乱年代获得保护 许多贵族会将地产赠送给骑士团 到十二世纪末 圣殿骑士团在基督世界 拥有九千座庄园和领地 其中还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堂和城堡 比如伦敦的圣殿教堂 柏林的圣殿宫等等 后来一段时间 骑士团甚至拥有整个塞浦路斯的 他在欧洲的年收入粗略 估计有六百万英镑 由于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 加上骑士的信用 骑士团的业务十分兴旺 十二世纪中期 他们开始向朝圣者放待 后来对象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 上至国王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 他们甚至借贷给基督徒的敌人 这说明他们不但深具商业意识 而且信与主缘 据说 骑士团总部堆放的借据账本 比宗教书籍还要多得多 可是这看似荣耀的一切 都在一百后戛然而止 时间来到十三世纪 此时耶路撒冷王权脆弱 而骑士团却越来越独立 强大和好战 已经不按于过去的地位 他们开始密谋参与政治活动 有人说 在十三世纪 圣殿骑士团才是耶路撒冷的真正主人 直到后来一次战役 让骑士团随着耶路撒冷王国由城而衰 哈丁战役之前 耶路撒冷王国因为王位继承仪式 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贵族派和宫廷派 几乎兵容相见 最后还是圣殿骑士团大团长 支持的宫廷派势力占据上风 这次分歧虽然因为阿拉伯大军再次到来而合计 但不信任的种子 导致了双方在哈丁战役中意见相左 圣殿骑士团不听信贵族派的正确意见 却中了敌人的调火离山之际 离开了福水源的筑地 在半途中遭到敌人的进攻 此时阿拉伯人趁机点燃野草 用浓烟把耶路撒冷军队熏得灰头土领 全无士气 这一仗 耶路撒冷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圣殿骑士团大团长也被擒获 这次战役让骑士团彻底失去了信誉 被赶出了耶路撒冷 他们只能回到法国 当时的法国国王是拥有美男子之称的菲利普四世 他对于这只只服从教皇而又能争善战的军队的到来并不欢迎 何况法国对骑士团的巨额欠债 让他们心怀鬼胎 时间来到1307年10月13日 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五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菲利普四世向法国各地的事务官发出密函 要求他们在同一时间打开 密函上的内容是立刻逮捕各地的圣殿骑士团成员 这次袭击非常成功 法国几乎所有的圣殿骑士团成员都被逮捕 骑士团的高层无疑信任 他的目的是想通过打击圣殿骑士团 没收其财富 以补充日趋窘困的财证正开支 但是圣殿骑士团却早已的把大量财富隐藏了下来 据历史记载 当圣殿骑士团总团长德莫来 在狱中知道 法国正要彻底摧毁骑士团时 就立刻把自己的侄子和伯爵姬谢德伯热叫到狱中 让伯爵秘密继承了他的职务 并让他在上帝面前发誓为了将来拯救圣殿骑士团 保护耶稣的血脉 要把一些宝藏保存起来 他告诉侄子说 我的前任总团长的遗体已经不在他的墓穴 在他墓穴里珍藏着圣殿骑士团的档案 通过这些档案 就能找到许多圣物和珍宝 他们是从圣地带来的 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国王们的王冠 所罗门王的七支烛台和四部金福音 在总团长墓穴入口出祭坛的两根大柱子里 这些柱子的柱顶能自行转动 在空心的柱身里 藏着圣殿骑士团积蓄的巨额财宝 以及圣碑的下落 时间来到1314年3月18日 而在国王的压力下 教皇正式宣布解散圣殿骑士团 国王也趁势给圣殿骑士团 扣上了一端的罪名 将他们大规模的宋宗教法庭接受刑血 罪名包括亵渎上帝 通敌 搞武术 信仰邪教 以及搞同性恋等等等等 最终法国的圣殿骑士 大部分死在了刑血和火刑下 其他国家迫于国王的压力 虽未加迫害 但也都先后解散了本国内的圣殿骑士团 大团长德莫莱在火刑架前 曾愤怒地诅咒国王菲利四世 以及教皇克雷蒙武士 将在一年内面临永恒的审判 他在火刑架上说道 上帝知道谁错了 谁是罪人 很快 那些诬陷我们的人会大火临头 上帝会为我们的死亡复仇 而他的诅咒居然真的应验了 仅仅一个月后 教皇就突然暴病而死 法国国王菲利四世 则在当年11月29日身亡 据说是在打猎时 被一只野猪撞死的 很多人不相信诅咒 认为这应该都是圣殿骑士团 残于势力所为 直到法国大革命时 圣殿骑士还被很多革命团体 视为反对教权和王权的先驱者 很多人密谋反对路易十六时 都认为自己是在实现 德莫莱临终前 对法国王室的诅咒 据说 当路易十六人头落地之时 救人冲上断头台 用手指沾着国王的鲜血 向人群挥洒 大声喊道 德莫莱 你的大仇已经得报了 今天 德莫莱在欧美 已经成为了一个英雄的传奇 殉道者的象征 而德莫莱修道会是一个 由共济会所赞助的组织 只招收十几岁的少年精英 尽管这些男孩子 对德莫莱这个名字 代表了怎样的过往支支甚少 就这样 圣殿骑士团一悲壮和传奇覆灭 成为了无数歌谣 小说和电影的创作源泉 虽然圣殿骑士团的历史 已经戛然而止了 可他们留下的宝藏 依然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寻宝者 由于圣殿骑士团 有自己独特的神秘符号 所以千百年来 无数的寻宝者 不断在法国乃至欧洲各地 寻找这些奇怪的符号 有人认为 财宝在法国罗那上 博日伯爵封地附近的阿尔日尼城堡里 属于一位对圣殿骑士团的内情 颇有了解的 伯爵雅克德罗斯蒙所有 也有人认为 宝藏可能隐藏在法国 夏朗德省巴不齐阿尔城堡 因为那里也发现了许许多多 令人晕头转向的骑士团符号 有人分析在圣殿骑士团军地 不断下降的同时 财产就已经被海云到了东方 或者沉入了海底 或者趁着埋葬大团长的机会 偷粮换住 他们被转移到了 某处圣殿骑士团的秘密根据地 在各种猜测之下 还有更多神秘的圣殿骑士传说 并推测出了更为神秘的组织引修会 十多年前大热的达芬奇密码 更是将人们的推测上升到了一个顶顶 认为圣殿骑士团之随 被安排在所罗门圣殿之上 根本上是为了让他们寻找 所罗门圣殿中的秘密 传说圣殿骑士团在这里找到了圣碑 里面呈有圣血 也就是耶稣最后晚餐是用的杯子与耶稣的血 据说这玩意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圣殿骑士团作为上帝的骑士 在得到他们后 就背负起了守护圣碑圣血的使命 可随着圣殿骑士团的灭亡 圣碑和圣血的下落 也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而引修会随后也浮出水面 被认为是一个更加神秘的组织 是一个成立于1099年的欧洲秘密社团 后来在1975年 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的羊皮纸文件 其中就记载包括埃萨克 牛顿 维克多 与国河达 分歧等众多人物均为环山引修会成员 他们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 是为了保护耶稣的血脉 而圣殿骑士的宝藏以及圣碑圣血 如今就在他们手里 据说引修会的存在 主要是为了守护一个惊天秘密 与世界末日有关 当然了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拿奥普君看到这里 不禁在想 当年威风凛凛的圣殿骑士团 究竟把他们的宝藏隐藏在哪儿呢 他们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神秘符号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直到如今 还会有好奇的人 默默地站在那刻着神秘符号的石头跟前 费尽心机的思索 石头默默无言 符号默默无语 但对历史学家来说 他们似乎在低声诉说着 当初的荣耀和当初的悲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时间 是